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玩得快速開箱一個Sony的IER M7 日耳式監聽耳機 然後還有告訴大家為什麼你需要一副好的監聽耳機呢 所以盒中盒外面的這個盒子 這外面的盒子還有藏了一些說明書 打開盒子之後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耳機 然後還有各種耳塞 還有我們的3.5mm的耳機線 跟4.4的耳機線 還有我們一個超可愛的收納盒 然後收納盒裡面有一個很神奇的捲線器 還有一個領頰的小夾子 還有附一條小小的擦拭軟布 就這樣小小的入耳監聽耳機 裡面可以放入4個平衡電區 也就是4個動鐵的驅動單元 真的超厲害 好那我們稍微講一些優缺點好了 它看起來很大 但其實很輕 如果這樣掛上耳朵的話 這耳機線的弧線其實還蠻舒服的 就可以直接服貼在你的耳朵上面 那這種監聽耳機跟普通的音樂耳機 聽起來就有非常大的差別 如果拿實物來舉例的話 就像如果你平常吃重鹹 重口味 那忽然送上來一份牛排 然後上面撒一點玫瑰鹽 你會覺得 怎麼沒有味道 但是它是非常好的 就是吃原汁原味 這就是這個監聽耳機的功能 就是要讓你聽到原味 所以想要追求原音的人 你就可以買這種監聽耳機 所以原本的聲音聽起來怎樣 這個耳機就會聽起來怎樣 不會像平常的耳機 可能有什麼重低音啊 或者是什麼超高音 這耳塞真的超多可以選 但是網路上沒有告訴你 這些耳塞到底有什麼區別 給你們看看說明書的小小圖案 它的耳塞選項不只是寬度不一樣 它的深度其實也有一些不一樣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地方 它還有附一個4.4mm的耳機線 讓你在之後升級有更大的可能 所以如果你聽習慣平常的耳機的話 你再拿起監聽耳機 你會聽起來就 什麼 怎麼聲音都很平淡 那為什麼我會買監聽耳機呢 不是一般的音樂耳機 我平常在創作影片的時候 我會需要混音 那混音需要有一個標準值 就像是螢幕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高級的螢幕 它可以顯示Adobe RGB 那好的相機才可以顯示這麼多的顏色 那就跟耳機一樣 如果來源很好 那你耳機很爛的話 你就聽不出來那些聲音 所以我們才需要一副好的監聽耳機 可以聽到所有的聲音細節 像這個入耳的監聽耳機 它的靈敏度其實也超高 所以我只要接到電腦 或者是我的手機 我都可以聽到最棒的聲音 所以不需要買任何的耳扣 像那種耳罩式監聽耳機一樣 那如果你拿這一副監聽耳機 來聽音樂的話 你會發現那個聲音曲線 這裡是低頻 這裡是高音的話 那這個低頻 然後到高音 這樣下去 但是平常的音樂耳機 它可能低頻 然後中間就掉下去 然後高音就非常高 那或者是更爛的耳機 它可能是低頻 然後就 垂直 就沒有細節啊 也沒有高音的部分 所以我個人覺得 如果把這個耳機拿來聽音樂的話 真的也超棒 因為我現在手上是IER M7 那Sony其實還有出一個IER M9 那這個M7就少了一個超高音單體 那當然它的超高音就是稍微弱了一點點 比M9弱了一點點 所以Sony才有錢可以賺那個M9的價錢 如果你沒有要聽什麼弦樂啊小提琴那種很細很高音的部分 那如果你拿M7聽你就會覺得 哇好像已經上天堂的感覺 那M9的高音就是加分加一點點 但是它的價錢就翻倍 所以我覺得Sony的M7就是一個超棒的選擇 好那我們來下一個結論好了 你需不需要買一副入耳式的監聽耳機呢 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樣會到處亂跑出門啊 然後結果又要混音啊 然後又要調整什麼聲音的話 那如果你在固定的工作室裡面 你可以買一個監聽耳罩式的耳機啊 或者是監聽喇叭 那我覺得都會比較好聽場那個壯闊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要方便 然後也不要太多渲染的話 你就買這種監聽失辱的耳機 那當然你如果要買這個耳機的話 你一定要自己去耳機專買點自己去聽 因為每一個人的喜好都不一樣 所以就聽了才會知道 OK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Sony IER M7的快速開箱 跟為什麼你會需要監聽耳機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當然也按個讚 訂閱我 陪我看更多的開箱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